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电影是《隐秘而伟大》 在某个风雪交加的晚上 北朝鲜士兵小都接受秘密任务 渗透到南朝鲜做一名间谍 两年后,南朝鲜的月亮村出现了一个傻子小都 小都被杂物店的阿婆收养 为了扮演好傻子 他每天都要完成奇葩的任务 比如每天当着别人的面摔倒三次 每个月在大街上大便一次 村上的人都认为小都是一个彻头彻底的傻子 实际上小都已经掌握了村子上每一个人的详细情况 小都除了对国家忠诚外 还为了守护身在祖国自己母亲的安全 因为每一位舰体的家人都有部队代为保护 这天小都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同为训练精英的金毛 他是带着秘密过来这里执行任务 这样小都很不愤 他来这里都两年了 一直在执行无聊的任务 所以他决定秘密跟踪金毛 没想到金毛来到这里却是参加一档音乐节目 原来金毛的任务是成为一名摇滚歌手 在这个村里还有一位在这里待了16年的老间谍九叔 一天九叔请求小都给他一把手枪 原来他的家人想要逃跑去中国被抓到了 九叔跪在地上请求小都帮忙 小都去警告他 作为革命战士应该效忠党致死 与此同时南朝鲜某个高官被狙击手一枪杀死 之后南朝鲜决定成立专门消灭5546部队组织 小都每天看到阿婆和儿子大呼小叫的样子 很羡慕 晚上就给母亲写信 但这些信从来没有寄出去过 不久后房间灯被熄灭 一名神秘人警告小都 不要忘记国家交付他的任务 第二天小都发现游地员换人 晚上责问信来的间谍小海 也就是昨晚的那位神秘人 是不是把他九叔灭口了 他说九叔已经被遣送回北朝鲜 他此行的目的就是接替九叔的职位 这时邻居小美正在遭受上司的骚扰 小美一直是小都的暗恋对象 事后为了保护小美 小都给他被拍下了别样的照片 警告他只要小美丢了工作 就会将这些照片公布出去 之后阿婆被当地混混欺负 晚上小都领着小海 再准备好好收拾他们一顿 正好看到阿婆儿子想给阿婆出气 却被教训时 只好拜托小海出手 而此时北朝鲜小和南朝鲜缓和关系 决定召回在南的5546部队 回国后就当作背叛者被处死 不让任何人知道这支部队的存在 这时首席教官建议让所有在南间谍 自杀荣耀而死 作为本地监视官的小海 很快就收到了这个任务 并且专门负责这项任务的执行 当小海曾经宣受小都的恩惠 也是小都为最大的偶像 小海艰难地在国家任务和救命职恩之间 无法选择 最终他俩也没有自相残杀 很快在南朝鲜就剩下金毛小都 还有小海三位间谍 这时南朝鲜的情报队长 因为同样的经历 想要劝解他们自首 年轻气盛的小海 在追杀队长时 陷入了圈套之中被活捉 而小都却被突然出现的九叔拦住了 与此同时 在北朝鲜首席教官奉命 解决小都三人 小都去理发店 剪去了载乱的头发 恢复了帅气的脸庞 在小美路过他身边时 小都第一次和心目中的女神打了招呼 并嘱咐他 遇事多和他弟弟商量 之后和阿婆道别 还把自己两年存用的钱 交付给早云妈妈 作为车旅费 去找他那多年没见的儿子 这时首席教官也来了 在废弃的楼房里 两人相见了 小都唯一的心愿 是想知道自己的母亲是否还活着 可是教官却什么也不肯说 一番战斗后 小都不敌被赶来的金毛所救 之后找到九叔 九叔为他们准备了打架神器 板砖 这时九叔的真实身份终于揭穿了 他此行的目的 就是为了证明 只有战斗力 没有崇高理想的特种兵 根本没有必要存在 小都还在九叔口中 得知了他心碎的事实 当他们背下自杀令的那一刻 他们的亲人 早已先一步被处理了 小都瞬间斗志全无 不久后 首席教官也来了 而北朝鲜 特别行动组也率先赶来 在屋顶上 金毛和小都和首席教官 一群人展开最终决战 教官展开肉与肉的对抗 可是身受重伤的小都 根本打不过教官 眼看小都即将死于教官手时 小海一枪打中了教官 教官掏出了手雷 准备所有人荣耀的死去 这时 金毛一把抱住了教官跳楼 两个人在空中爆炸 这时 南朝鲜部队慢慢向前 而小海拿着枪 想要掩护小都撤退 可是他早已斗志全无 直到看到阿婆 给他存下的一笔笔钱 原来阿婆早已经把小都 当成小儿子 面对拒不投降的两人 南朝鲜最终下令开枪 小都紧紧抱住小海 一起跳楼而亡 曾经小海问组长 下辈子你想当个什么人 小都希望出生在平凡家庭 做一个普通人 而小海的愿望 则是希望出生在小都旁边 做他的邻居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一样的电影 不一样的我 良品电影一直等你哦 不一样的电影